边境措施收紧之后对一些建筑发展商的施工进度造成影响 政府因此决定从即日起延长针对受影响发展商的临时纾困措施期限 国家发展部财政部绿政部和贸工部发布联合文告宣布延长临时纾困措施 当中包括让符合条件的住宅商业和工业发展项目的完工期限延长6个月 同时允许发展商的住宅项目开工和完工期限推迟6个月 减轻符合条件发展商的额外买方印花税负担 政府也将允许受发展商合格证书条例限制的外国发展商 延长住宅项目完工期限6个月 当局说尽管一些建筑工程已经逐步复工 不过基于我国今年4月和5月收紧边境措施 限制了入境的客工人数 进而导致这个领域继续面对挑战